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所以希望经由这个Homeless Care Mall的专案 能够希望你鼓励你能够奉献热捐这笔捐款 来帮助这些Homeless的人 今天就要来谈谈你这礼拜时下最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我们新政府2.3兆的基建计划的投资布局 对了 2.3兆整个而后继续在这个美国的infrastructure的重建 对你的投资有什么影响 你如何take advantage呢 这2.3兆其实是re-define整个各个industry 每一家公司 特别500大公司 摩拳插掌能够进一步 能够希望分一杯羹 2.3兆这绝对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资金 灌注各个产业的一个伟大计划 这个计划你看这张图就可以知道了 当DAO去年只涨6个percent 但是去年NASDAQ涨43个percent 当到了今年年初有气无力开始打横的时候 当灌注1.9兆之后 还要2.3兆的基建计划的时候 股票就突然在第一季的2月中以后的6个礼拜 到3月底 你可以看到大涨了11个percent 美国最优先 当然我们从二战以来最大的资金灌注计划重建 的infrastructure计划 你可以从DAO这张图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DAO因为基建计划2.3兆 6个礼拜涨了11个percent 那到底这2.3兆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大政府的一个计划 拜登政府是一个大政府 是凯因斯理论的 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货币政策 这个礼拜2.3兆 明显地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stimulus bill 这是一个财税政策 这五项 每一项都是这2.3兆的内容 你看看第一项跟第二项 我们先看第一项的近621个billion 美国破旧的交通建设 桥梁港口 还有基础的交通建设 你看看这张图 是拜登总统当选图 但是这红色的共和党 都是基础建设 比较落后的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虽然621个billion 处处每一个州 都能够因此得利 但是你看看看得到 红色的地区 特别内地 Bible bill Rusty bill 都需要基础重建计划 第二个 你可以看得到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重新的职讯 对这个国家 如果要upgrade到5G AI的话 职讯就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 长照 这个国家跟欧洲一样 人口老化 长照 是非常重要 老人居家 在家里被照顾 甚至老人院 这笔是一个大笔的项目 第四项 改善银水 我们的地下水道 我们的银水的里面的牵管 都要被upgrade 这里面还包括宽屏 还有电网 300个Billion 第五项 整个中小学的设备 要被upgrade 很多学校 电脑都要被upgrade 你仔细看这五项 第一项 第二项 跟小罗斯福 1930年的新正 其实第一项 第二项 就是新正 从第三 第四 第五 比较处境的 现在的需要 所以你看看 60%以上 跟将近一百年前的新正 没有什么两样 可见的这个国家 的确基础建设 已经好久 没有被upgrade 三项 四项 五项 当然是比较 现在所需求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宽屏也好 五级也好 或者新能源也好 其实占不到20% 我会detail再跟你分享 这重新定义的工业 各个项目基础工业的 2.3兆 我从这张图 这个股票 你可以一亏究竟 Caterpillar 因为你要重新翻修 整个的桥梁 还有马路 当然要用重机器 Caterpillar 就是这家公司 你可以看到 2.3兆 一公告出来之后 Caterpillar 涨了30% 这张图跟DAO图 几乎一模一样 identical 所以你可以明显的 也可以看得到 工业股将要被benefit 这次的2.3兆 特别我讲 刚刚的第一项 第二项 Infrastructure 占60% 跟工业股有关 所以Caterpillar 就马上benefit到 另外一个 这2.3兆 也一样的 重新谈判 让这个国家 跟德国汽车谈判 跟法国空巴谈判 跟中国各个项目 都要谈判 所以谈判之前 当然国力要被upgrade 所以这个大政府的 经济政策的主题 跟新政府 特别是跟我们川普总统 过去四年来 一项的外交政策 就是脱钩 所以我们必须 有自己的供应链 不能够仰赖东亚 如果供应链拿回来 一项的五项 必须做 第一个 市基方案的钱 要不断地贯注 2.3兆 而后还有可能很多 但是这绝对不是 2.3兆 绝对不会停在这里 第二个 市市会不断地扩大 所以这个政府 必须撒钱的话 市市会继续增加 第三个 加税会慢慢地来到 虽然你不愿意听 加税这两个字 但是加税有可能来到 公司税只是开餵菜而已 到后来你的遗产税 也会重新被overhaul 所以加税会慢慢地 不迟地来到 第四个 整个和谈 谈和跟negotiate的基调 也会不会改的 会跟每个国家重新谈判 第五 脱钩的供应链 尽量从东亚拿回来 你看 半导体 重新地 能够让东亚 特别台积电 搬回到Horizona来 明显这就是一个现象 韩国的三星 搬回到Texas 也是一个现象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 negotiate 这个国家的国力 所以这五项 会持续去做 那这一份呢 从二战以来 最大的资金贯注计划里面 事实上 钱 在这市场里面 不会跑掉 这是 而且会不断地来到 你要take advantage of this 上礼拜我们讲货币政策 零利息 所以钱会贯注到 美国的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房地产 这个礼拜 讲的这个大政府的2.3兆 特别在财税政策上面 stimulus bill 也一样贯注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两手都贯注现金 现金加现金 所以这五项里面 你要注意地看到 第一个利息 对于而后贯注现金 整个经济会慢慢地复苏 所以有一点点 speculation 会持续地观望 可能预期而后的通胀 会加深 加距加快 所以短期利息 有可能慢慢会升 升到从长期会更高 你可以看得到利息 有在转变 也是市场的预期效果 第二个 市场也会从股票 慢慢重回到长期利息 买长期债券 因为长期债券被看好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股市会卖一点钱 买长期债券 而且短期债券 也会换长期债券 第三个 货币 你慢慢地会看得到 过去一季三个月以来 海外的钱慢慢回来 因为基础建设 开始贯注现金 投入各个项目的 infrastructure的时候 美金就会重回流到 美国资本市场 因为你希望 整个被建设之后 美国国力越来越强 第四个 你也可以看到 从去年的科技股 财工业股会慢慢回到 基础工业股 这传统的工业 刚好是去年的正央股 第五个政策 货币政策 能够用的 其实已经用尽了 2023年以前是零利息 接下来要用的 就是财税政策 财税政策不断地加税 不断地让富人的税 被增过来贯注到 美国的基础设施 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长照也好 无论是电动车也好 无论是整个公路也好 5G也好 或宽平也好 在在都证明 钱都在市场里面 所以而后主要的是 资金不退的 整个投资环境 而且是资金加资金 你必须take advantage 在重新谈判 我要用两只股票 来让你耳目一新 第一只股票 那就是United Healthcare 这是老牌的一家 长照医疗保健公司 这家公司你可以看到 当开始公告 2.3兆基础政策 而且看到长照 是贯注现金 最多的一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United Healthcare 就大涨上去了 非常的明显 这张图又跟DAO图 是几乎identical 也跟刚刚的Caterpillar 也是identical 第二只股票 我要讲的 就是跟我们 Semiconductor Silicon Valley有关的 Intel事实上 在过去前两任的CEO 事实上都做得 非常的choppy 2013年以后 7奈米的生产半导体晶片 一直死于台中 所以这家公司 看这张图 你就可以知道 两年图非常choppy 到了换了CEO 更具体地说 换了CEO以后的 美国半导体政策 重新从东亚台积电 特别搬到Orizona之后 这家公司涨了近20% 所以你可以明显地看到 为什么是Orizona州呢 因为Orizona州 刚好是F35 F22国防工业 需要用的晶片当中的州 所以Orizona州 也就刚好是军工复合体 晶片复合体 所以Intel也在那个地方 所以重新谈判 将东亚的供应链 一步一步地 能够搬回到美国国内 最后我要来谈谈 俄后的今年年底 以前甚至明年的整个中长期的布局 我讲的 不管不仅是短期 而且是中长期的布局 第一个科技股 2.3兆 第一个半导体 你应该有的 第二个通讯股 Telecom Telecom像AT&T 像Verizon 这种宽屏的 你都应该有考虑 电动车 那不必讲了 电动车 因为车联网里面的商机太大 第四个 新能源 新能源 因为Solar Panel 或者新能源 能够加电器 而后的十年当中 这个国家要有 加电器占 50万个 重新被建立起来 所以这些 都是很大的商机 对于传统的人来讲 当然这五项 第一个工业股 我刚才讲 Catepillar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要建桥 要运输 第二个 零售业也会benefit到 当各行各业 制造业起来的时候 零售业会benefit到 这个也是一样的 像Amazon 像这些平台的尖牙股 都会受益 第三个 医疗保健股 因为改善长照 刚刚讲的 United Health Care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Humania Health Care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四个 电力股 因为要建电网 旧的电网 已经太老旧了 重新建立 这也会benefit到 传统的这些 utility的股票 第五个 第五个银行 无论是科技股 传统股票 都需要被贷款 那贷款的话 当然银行会benefit到 你看看 JP Morgan Chase 市场银行股 在过去十年都涨得 并不是太理想 但是JP Morgan Chase 大银行 还有Wales Fargo 还有Band of America 从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开始 有一点点起色 你看看第一季来 JP Morgan Chase 就一样大涨 这张图跟刚刚的Dial Caterpillar 都非常的像 identical 公告二点三兆之后 就持续上涨 当然这二点三兆 是现金资金加资金 在整个市场 我希望刚刚所讲的 无论是重新定义 整个工业股 或者重新国立的谈判 进一步重新开启 这个国家的经济 你必须重新布局 能够早眼短期 中期甚至长期 我们休息一下 下半场 我们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陈上好 Howard Chen 欢迎回到 郝老师问答集下半场 上半场我们谈到了 新政府二点三兆基建计划 希望能够满足你 投资的好奇心 布局今年 还有明年 因为这里面 二点三兆是资金 没有退潮 而且是资金加资金 你必须重新布局 第一个 我常常在节目当中 特别是今年讲到 选股不选市场 怎么理解选股不选市场呢 我特别讲到 去年NASDA涨43% 当去年有七兆美元 灌注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时候 很多股票都一起涨 所以去年NASDA涨了43% 当然你欢喜快乐了 但是今年过去三个月 你可以看到市场非常卡比 我特别的提醒你 今年的股票的大事会很卡比的 所以我提醒你 今年的策略 应该选好的股票 机优的股票 各行各业 能够赚钱分发股息的龙头老大的 好股票 股市会卡比 但是好股票会持续的分发股息 而且还会在涨 所以为什么我讲要选股不选市 因为股票会涨 股市可能会卡比 所以选好的股票 在今年是你重中之重 那这一点呢 我特别的能够提到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股的话 就买Index的股票 特别是500大的股票 SPX SPY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technology的股票 Index的ETF像QQQ 你也可以考虑的 好的第二个问题 这2.3兆美元的新建计划 带来投资者哪些获利的好机会 2.3兆如果持续的看的话 60%跟100年前的新政的内容差不多 这些60%是传统的工业 传统工业股 比如说Caterpillar 水泥股 钢铁股 或者机械股 Infrastructure股票 这些传统的60% 灌注现金的工业 传统股票会受贿 所以你应该有一些 好的 机优的 有分发股息的传统股 好了 那其他的3.40%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宽平 它有新能源 有电网 有家电站 还有新能源的汽车 这些都属于科技工业的 科技工业的 你也要选一些好的股票 特别科技工业的 有很多在这段时间 开始好股票 坏股票一起涨 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小心 有的体质不好的股票 你要慢慢的拿掉科技股 因为去年涨太多 今年有的 就开始要检验的时候 有的科技股就不好了 所以你必须也要挑一些 新能源 新科技的股票 总之 好股票 都应该放在你的栏项里面 让你在2.3兆 基建计划当中 能够一起获益 第三个问题 基建计划2.3兆需要税 从哪里来 是不是个人税开始 那有些企业 可能会受害受益 我自己个人认为 2.3兆 开始先从 富人跟企业 两个category开始 那因为政党的 对抗的原因 很多的理由 让你不要对富人下手 因为共和党不喜欢富人税 好了 那当然就转向企业税 所以企业税 就从21个percent 其实21个percent 是川普总统 从36个percent降到21 所以如果 如果36 21加起来除以2 可能是28 但是一下子涨到28 大概会很痛 所以可能渐进式的 而且是谈判式的 所以民主党的新政府 可能避免富人税 可能先下手 弃也税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今年可能不会开始 因为今年还是 生养众席 大家还在疫情期间 可能先谈 明年后年才会实施 而且还要看 明年的其中大选 所以八字 可能都还没一撇 另外一个category的税 我认为会到 这一点你可能没有在 你的radar screen 那就是遗产税 遗产税 当我入行的时候 33年前的时候 遗产税 一个人的免税额是50万 夫公婆两个才100万 你的房子就不止100万了 对不对 后来到小布希的时候 慢慢增加 增加到200多万 500万 欧巴马的时候 到了500万一个人 两个人加起来 到后来就更加离谱了 一个人免税额 到了1100万 2000多万 但是这个 我觉得是暂时的 遗产税是一个大的项目 遗产税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项目 所以有可能会从遗产税 也会开始考虑 总之 我们如果从股票赚的 多一点钱 多交一点点税 我觉得还合情合理 因为这个国家需要帮助 特别中产阶级以下贫富 差距加大 我们应该贡献一点税 给这个国家 能够进入 能够帮助2.3兆 做一点贡献 最后 我能够用一节圣经 帮助你 你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菲利比书三章十三节 你可能去年赚很多 你今年非常胆怯 对吗 或者你去年没有赚到 今年想蠢蠢欲动 你都要把去年忘掉 你要从现在开始 重新布局 努力地向前走 因为2.3兆 是一个宏大的伟大政策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benefit到 我也希望你在投资的时候 也能够有聪明智慧 布局你自己的投资 能够帮助你 能够做退休的计划 也能够帮助你有所掌握 记得2月24号 专家面对面 我跟Michael Sheik会面对面 为什么Michael会有这么多聪明智慧 能够做不仅赚钱 而且他还是个发明家 我希望你能够上网报名 刷这个QR Code 一起来参与 4月24号的专家面对面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新政府2.3兆基建计划的 投资布局对你有一些帮助 我们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tv.us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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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